我 姐夫 回來了 姐夫 等在哪邊 請問吳子良 吳子良 你怎麼上我們的家 我跟妳姐一起回來的 跟我姐一起回來 對 你姐急著需要我 所以我就過來了 我姐急著需要妳 對 不對 我說錯了 是不是太遠 千惠 你回來了 姐 她怎麼會在我們家 喵喵今天發燒 我沒辦法開店 吳子良知道就過來幫忙 帶我們去看醫生了 是這樣嗎 不然是怎麼樣 既然妳回來了 那我先離開好了 不好意思 造成你們的誤會了 沒事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對你比較不好意思 你還請假陪我跟喵喵去看病 謝謝你 這是應該的 我也很關心喵喵 我先走了 我送你 好 路上小心喔 好 好 拜拜 拜拜 我走 子良謝謝你 不會 姐 怎麼了 沒有沒有還好嗎 還好 已經退燒了 醫生說多休息個幾天就沒事了 妳幹嘛這樣看我 姐 妳老實說 那個吳子良是不是喜歡你 不用亂說話 她就只是好心 帶喵喵去看醫生而已 是吧 一般朋友應該不可能會這樣子吧 特地請假帶小孩去看病 還一路陪你們到晚上 她就是一個這麼溫暖的人 所以我才想說要把她介紹給你 我倒覺得人家這麼關心你們 是因為她喜歡你 不要亂瞎猜 我去看喵喵了 大哥 你在幹嘛 原本這個房間 非常的乾淨 自從你搬進來之後 你貼滿所有咖啡的東西就算了 為什麼你要把東西全部亂丟呢 你整個房間超磨磨的 這個多久啦 麻煩你去洗一下好不好 還弄到我整 快去洗啦 等一下再洗 真的是 不想講 真的是 謝謝你今天帶喵喵去看病 還好有你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不用謝 你一個人要顧店 還要照顧喵喵 真的很辛苦 以後有任何需要 隨時可以找我 謝謝你 大哥 你在笑什麼 我剛好在笑 這房間這麼臭 我怎麼可能笑得出來 我怎麼可能笑得出來 你 剛剛在跟誰傳簡訊 沒有 笑得這麼開心 給我看 我幹嘛給你看 去洗衣服啦 好 不用洗了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這些衣服啊 我等一下拿一個垃圾袋 全部放進去 這樣才是 真正的 整整齊齊 我給它全部丟掉 好 好啦 你丟我什麼 都我的衣服 我去洗嘛 你笑得很可愛喔 笑得很可愛喔 你真的是很煩耶 快去洗啦 去啦 偷看什麼 欸 頭臭啊 欸 你幾點要不去上班 還在那裡泡茶 客戶機 我可以跟郵宮 請一個特休啦 我不用上班 請特休 對 妳是沒台沒錢 請特休要做什麼 嗯 你穿著 就沒身水湯蜜啊 沒關係啦 今天在家休息啦 你也不用出去拍檔 我想要 就你出來 試試一下 來一個我們的 浪漫小約會 你也怎麼會 我還做什麼事要做 你是不是有做什麼 對面起誤的事 沒有啦 我是武德超 我不是吳子漢 他是有九命怪媽 我只有一條命而已 我今天有可能 可以做一件事 爸 你有沒有對不起媽 我不知道 不管我的事 但我現在是個新好男人 媽 爸是看妳每天賣滷味 很辛苦 週末都要忙 跟她的價值湊不上 所以她才刻意請特休的 而且妳們又很久 沒有出去約會了 跟媽報告一下 特休是有薪假 不會扣薪水 我也沒要再問妳 妳也不用回答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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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個榮幸 可以妳邀請妳一起去 流山換水嗎 客人 客人 我感覺怪怪怪的 妳一定有做對不起我的事 還是妳這幾天有空 睡一會兒跟她弄壞 沒有啦 怎麼不啦 媽 妳怎麼想得到都是負面的發展 媽 拜託妳 請妳今天一定要做一朵 正向積極 春天的火好不好 好 春天的火要在那裡 叫 不用啦 我就是賺幸福的時候 廚房要拚 拚天都要滷 你知道嗎 親愛的媽 廚房這種小事 交給我來就好了 妳今天就負責跟爸來一場 浪漫的小約會 對 妳不用擔心 廚房的事交給我們就好 而且妳今天一定要跟爸 奧一頓大餐 把妳這二三十年來的辛苦 一口氣給她吃回來 二三十年的份都吃回來 我碰碰跟豬肚 一定有做什麼虧心事 這人想要補償我 沒想到騙我 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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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啦 求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拜託 求求你給爸一個機會 爸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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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兄 請家邊靠薪水 不家邊靠薪水 請個照顧 老幾法規定 什麼 爸 這廚房沒那麼兵 媽 跟爸去約會了 廚房交給我就好 我跟妳兒那麼熟 我去刷廚房 好 我去刷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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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我很久沒看你 請水水了好不好 去換最漂亮的衣服 給我們看 我多少漂亮衣服 對 夠啦 來 請水水 待會兒先水 爸 爸 我先輸了 我不要再多一個弟弟了 我盡量 來來來 加油 今天 水母 請上車 這台不是紫蘭的車嗎 對啊 我們要開這台嗎 對啊 如果要找客人要怎麼辦 水母 我們這麼重要的事情 整個火都要跟我們配合 你就安安心心 跟我們來約會 來來來 水里 把他打開 唉呦 我來找吧 水很啊 贺哥 偷偷跟你说一件事 你是又做了什么蠢事了 大哥 他昨天晚上盯着手机在傻笑 我怀疑他是不是偷交女朋友